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Motion5之中的复制器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我们所讲的内容 那看到我们上节课讲解了遮罩动画 还记得我们都建立了什么样的遮罩动画呢? 有简单遮罩,圆形遮罩,还有通过遮罩来建立动画转场,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要为大家讲解的复制器动画都有哪些知识点 那关于复制器动画,首先就是简单复制器动画 好,第二个案例就是通过复制器建立球形动画 建立球形复制器 第三个案例就是通过复制器来建立一个立方体 是三维的立方体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Motion5 选择项目 我们对项目修改一个背景色 把它修改为白色 背景改为环境 好,那么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白颜色背景的项目 选择圆形 我们来建立一个圆形 修改圆形的颜色 选择一个红色 调整圆形的位置 好,我们现在来看在画面的最右侧 这个按钮就是建立复制器的按钮 选择它就可以为这个圆形建立复制器 这个按钮还是比较常用的 所以在工具栏中 它被提取出来作为快捷键 让我们来使用 通过它来建立复制器 好,点击它 我们看到 在群组中已经有了一个复制器 这个复制器同样可以在检查器中 对复制器进行编辑 这个地方就是对复制器编辑的区域 我们来看第一个 形状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选择形状 并且对它的排列进行编辑 好,大小也可以编辑 这些你都可以在课下作为尝试 作为练习 来通过编辑器中的各个参数 进行不同的调整和调节 来熟悉什么是复制器 那这里我也不过多的赘述 好,那现在我们直接来 对复制器进行编辑 我们来看 我现在想要建立的一个动画效果 是通过偏移来实现的 因为偏移可以让小球围绕着我所建立的 巨型的外框进行旋转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打上第一个关键针 好,然后向后拖拽我们的时间轴 我们来到第15帧 再打上一个偏移关键针 我们让圆形围绕着巨型的外框进行旋转 2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个关键针进行编辑了 我们来到关键针编辑器 我们让关键针伸长一点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关键针显示的更加清楚 也更加容易被编辑 好,选择关键针 点击贝塞曲线 我们对关键针的贝塞曲线进行编辑 让它有一个运动快慢的变化 我们再来播放试一下 看到了小球就有了一个行为路径的变化 对吧 这个效果是通过复制器来建立的 好,我们再继续为小球添加关键针 我们再继续向后走到第33帧 建立偏移50%的关键针 同样继续修改关键针的贝塞曲线 我们让这个动作有一个重复的感觉 看,这样就有了两个小球位置偏移的动画效果 我们调整一下整个项目时长 全屏来播放看一下 复制器小球就有了一个偏移运动的效果了 这就是最简单的复制器动画 这个动画是通过复制器来建立的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边讲 好,那么我接下来继续在偏移关键针后边 同时为小球添加其他的复制器关键针 好,我们接着来看 那我为它添加一个大小的关键针 好,继续向后走 我们来到第45针 继续添加大小关键针 让它变为1 好,变为1的时候 在画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小球 我们来到关键针编辑器 编辑BaseL曲线 选错了 我们再来编辑一下 我们让它有一个 见强见弱的效果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播放试一下 小球从4个又融为了一个 我们再继续对关键针的时长 进行一个编辑 我们让小球变换的快一些 好,调整整个项目时长 我们放大看一下 小球除了运动 还有了一个类似缩放的效果 这些效果都是通过复制器来实现的 那这个地方 我要再为大家讲解一下 什么是复制器动画 复制器就是通过 将我们的元件进行复制 通过各种复制 也有三维的效果复制 来实现复制器动画的 那在以后的课程中 也会为大家讲解 如何建立三维复制器 这节课主要讲解的是二维复制器 那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就知道了 如何在复制器中 对元件进行 添加关键针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边 讲我们的案例 我们对群组一进行调整 然后继续回到复制器 我们在对象源这个地方 看到我们的对象源 现在是一个球形 那这个对象源如果改变了 它会出现怎样的效果呢 我们来尝试一下 来到资源库 选择形状 下面我们随便选择一个五角星吧 把它拖拽到群组之上 再选择复制器 要对五角星的时长进行一个编辑 好,选择检查器 复制器 我们把这个三角形拖拽到对象源之上 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那么此时我们还需要 把这个五角形隐藏掉 同时对五角形的颜色进行编辑 让它才能从白色的背景中显现出来 好,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是怎样的效果呢 看到了刚才我们为圆形所建立的 复制器动画 关键针针动画 都变成了现在屏幕上的五角星复制器动画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为大家讲解的 如何为复制器改变它的形状元 好,那接下来接着为大家讲解复制器 还有其他怎样的效果 我们添加新的群组 编辑一个巨形 好,修改巨形的颜色 调整巨形位置 调整巨形播放时长 选择复制器 我们再对巨形进行复制 选择3D效果 在这里把这个地方勾选上 然后就出现了面向摄影机 这个地方要为大家讲解一下 什么是面向摄影机 面向摄影机就是使你的复制元件 始终都以正面朝向摄像机 那这个地方也稍微为大家透露一些建立摄影机的知识 好,我们来到上方 在形状中也多了两个选项 第一选项就是球形 第二个选项就是方框 这个两个选项是勾选3D之后才会出现的 我们现在要选择巨形 我们此时还 我们选择3D巨形 对它的大小进行编辑 在屏幕上拖转也是同样可以编辑的 我们再对巨形的大小进行编辑 巨形缩小一点 好,让复制器再缩小一点 修改它的栏 好 此时你能够在画面上看到 我已经通过一个巨形 把它复制 建立了屏幕上的N个巨形 对吧 建立复制器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逐个的去建立每一个形状 只需要通过复制就可以把一个形状复制成很多个 无论是它的形状还是让它想围绕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都可以通过复制器来建立 好,此时我们再添加摄影机 在这个地方选择摄影机 我们就可以为群组添加摄影机了 我们来尝试一下 此时会出现 将群组切换至3D 那建立摄影机一定是需要把群组切换至3D模式的 那我们在这里选择切换至3D 好,摄影机就建立出来了 我们修改一下摄影机的时长 和整个项目的时长 我们有了摄影机,对吧 在这个地方摄影机的属性也是可以被编辑的 我们来到群组 我们对群组的旋转进行关键帧的编辑 添加第一个关键帧,向后走 向后走时针 添加第二个关键帧 我们让这个群组的X轴发生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好,修改巨型的颜色 好,接下来就是对关键帧进行被塞而曲线的编辑 我们让它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播放效果 好,看到画面中 就有了我们对关键帧进行旋转位置变换的效果 好,我们继续添加关键帧 再向后走时针 再添加第二个关键帧 此时我们对它的外轴进行编辑 那同样选择外轴 选择被塞而曲线 修改关键帧的被塞而曲线 好,修改整个项目播放时长 我们来播放试一下 我们来全屏看一下 看到画面中 这个效果就是我们通过关键帧和摄影机构建出来的一个类似三维运动的复制器运动效果 对吧 这个里边有出现了像空间感一样的三维效果 那在这里边摄影机就可以添加3D群组 那在以后的知识点中也会为大家多多讲解 关于如何通过Motion建立虚拟三维空间的效果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节课继续为大家讲解如何建立三维复制器 我们下节课见 感谢观看